各位早上好 欢迎您搭车2023年9月16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丽娅倩 首先来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5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莱华 进行正式访问的柬埔寨首相鸿马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首相鸿马奈 习近平指出鸿马奈首相就任后选择中国 作为第一个进行双边访问的国家 充分体现了柬埔寨新一届政府 对巩固和发展中简友好的高度重视 中国和柬埔寨我们称之为铁杆朋友 那就是最牢固的友谊 最可靠的关系 建交65年来两国历代领导人精心培育的中简传统友谊 现在已经是参天大树 深深扎根一两国民众新国 首相先生是中简友好的亲历者 多年来也是儿如木乃 相信对两个友好的战略意义 有更深刻的认识 相信你将不忘初心 带领建波寨走向繁荣富强 续写中简友好的新篇章 习近平指出 双方始终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这是中简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 今年 双方开启建设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 中简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 中方愿同简方一道 推动中简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携手打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 习近平强调 中方坚定支持柬埔寨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愿同简方保持经常性战略沟通 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双方要落实好新版中简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 充实中简钻石六边合作架构 共建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 中方愿同简方常态化开展执法安全合作 持续打击网络赌博 电信诈骗等跨境犯罪 习近平指出 中国始终是柬埔寨最可信赖的朋友 最为坚定的依靠 中方愿同简方并肩携手 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 红马奈表示 他把中国作为首个正式出访的国家 就是为了体现简新一届政府将继续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 将简中铁杆友谊进一步发扬光大 简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 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简方愿同中方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打造简中命运共同体 简方愿同中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密切配合 把简中关系推向新高度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5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赞比亚总统西齐来马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宣布将中战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西齐来马举行欢迎仪式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西齐来马在习近平陪动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并观看分裂室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和西齐来马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中战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 历经国际风云变换的考验 你的来访延续了赞米亚历届总统对话的友好传统 我对你表示热烈欢迎 中战传统友谊啊 这是我们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 历经了国际风云变换的考验 坦战铁路这是中非友好的象征 两国人民彼此怀有特殊友好的情谊 习近平强调 中国支持赞比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愿同赞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将继续为包括赞比亚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新机遇 中方愿同赞方一道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 拓展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 矿业 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 共同实现发展振兴 中方鼓励更多赞比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支持更多中资企业赴赞比亚投资新业 双方要办好明年两国建交60周年庆祝活动 加强教育 卫生 文旅等领域交流合作 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 当前发展中国国家群体性崛起 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团结协作 努力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 维护两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中非合作已经成为南南合作和国际对非合作的引领者 中方愿同包括赞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一道 落实好支持非洲工业化倡议等中非领导人对话会成果 支持非洲国家不断提升自主发展能力 实现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 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西齐来马表示 中国发展带动全球南方国家取得进步 提升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赞方感谢中方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 感谢中方为解决赞债务问题发挥的积极作用 赞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愿同中方一道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和矿业农业基建等领域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共建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数字经济投资合作 检验检疫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赞比亚共和国 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防卫视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5号 向在浙江杭州举行的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之核心 习近平指出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 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为两岸青年交流交心 互学互建提供了重要平台 希望更多两岸青年通过论坛成为同心同行 携手打拼的好朋友好伙伴 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夙愿 两岸青年生逢其时 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 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 祝梦 圆梦 希望两岸青年把握历史大势 坚守民族大义 维护国家统一 永担时代重任 坚定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正确道路 把两岸关系发展的前途命运 牢牢掌握在两岸中国人手中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 15号在浙江杭州开幕 中共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开幕式上说 两岸关系只有台海和平安宁 两岸的同胞利益福祉才有保障 而当前两岸关系正处于在关键时刻 希望青年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增添力量注入国力 这届青年发展论坛主题是 同心合力营亚运 携手共会新蓝图 宋涛说两岸关系好 台湾才会好 他批评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 谋独挑衅 牺牲台湾同胞利益 把台湾青年推向危险的战场 他并对两岸青年提出四点建议 希望他们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努力奋斗 当前两岸关系处于关键时刻 面临的重要抉择 希望两岸青年坚守民主大义 坚决反对台独 分裂和外来干涉 推动两岸关系 回到和平发展正确的道路 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增添牺牲的力量 注入青春的活力 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这次率百名台青来到杭州 展开为期五天的参访 期间还将打卡亚运活动场馆 参加这些亚运活的台湾选手 人数也创新高 洪秀柱说 期待以亚运为契机 促进两岸交流 数十年来 两岸关系虽然有跌宕起伏 但是双方体育界 为了推动两岸的体育发展 总是尽力破除政治的翻力 期盼藉有更多的交流互动 比赛切磋 经验分享 与人才培育等等的途径 为两岸的互动 累积更多的善意与成果 论坛的主办地浙江 与台湾地缘相近 经贸人文合作也远远流长 浙江省官员就表示 将会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落实同等待遇政策措施 为两岸青年携手打拼 创造更大舞台 凤凰卫视 周嘉欣王磊 浙江杭州报道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 15号在浙江杭州登场 出席论坛的中共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 当天和中国国民党前主席 红秀柱举行会谈 宋涛表示 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需要两岸青年坚定立场 也就是坚持久而共识 反对态度 宋涛周五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 欢迎国民党前主席红秀柱 他首先向红秀柱 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 并和参加青发论坛的台商 和青年代表一一握手 他们当中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大陆 宋涛表示 大陆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 并强调将团结广大台胞 包括台湾青年加强交流合作 推动两岸关系 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 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洪秀柱在会谈中表示 两岸同胞血浓于水 命运休憩于共 两岸交流合作 任何势力都阻断不了 他也期望更多两岸青年 携手共促祖国和平统一 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过去疫情三年 很多大陆台青都从未缺席情发论坛 台商虽然有很多在大陆 已经扎根了二三十年 第二代甚至第三代都生出来了 可以在这边是安家落户了 可是他们还是对于自己的家乡 在台湾有非常的爱护之情 对于现在整个情色转变 也有非常多的忧心 所以他们的第二代 当听说我们有青年论坛的举办的时候 也是踊跃地参加 青发论坛在疫情之后 首度回归线下举办 吸引了约300名嘉宾和青年代表参加 宋涛表示 这也体现了台湾岛内 对于论坛的重视 也希望借此机会增进了解 促进合作 凤凰卫视周江新王磊 浙江杭州报道 下一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 一会见 欢迎回来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在登地时间14号午夜起 发起了美国史上首次 同时针对登地三大车企 福特通用汽车 以及斯泰兰蒂斯的大罢工 参与罢工的有上万名汽车工人 总统拜登就呼吁 老子双方重返谈判桌 打致双赢协议 汽车工会集团一直都是 民主党的传统票仓 这次罢工势必会挫败 拜登的选情 15号白天 罢工工人在街上示威游行 有工人手拿标语 站在路边 要求提高待遇 路过的汽车鸣笛支持 百公新闻处称 总统拜登14号 已与争端双方通电话 拜登15号在白宫发表讲话时 就表示理解工人 并建议三大汽车制造商 分享其创纪录利润 拜登还说 希望双方可以继续谈判 达成双赢的协议 已派遣两名高级副官 前赴底特律 希望能帮助解决 汽车工人联合会的罢工问题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发起的首阶段罢工 针对密歇根州的福特列马车厂 密苏里州的通用汽车 中型皮卡车厂 以及俄亥俄州的 斯泰兰蒂斯吉普车厂 涉及12700名工人 市场普遍预计 最终罢工将包括 三大车企其他车厂 涉及近15万工人 将引发美国汽车行业地震 经济损失 每天高达5亿美元 自今年7月中旬开始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分别与三大车企 就未来四年的 劳资合同展开谈判 工会目前寻求 为工人加薪40% 以及固定福利 养老金等待遇 但三大车企认为 加薪幅度太高 会令车企破产 冯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继续来关注到 报纸方面的消息 来看文汇报的报道 尽管汽车业仅占了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3% 但是在五大湖地区经济当中 占更大的份额 工会集团一直都是 民主党的传统票仓 在2020年 民主党正式依靠 赢得密歇根州 以及威斯康辛州的选举 来保住了总统之位 这些大罢工势必会 打击到总统拜登的支持率 或者是拖累他在 2024年角逐连任的选情 为此拜登还亲自的 与工会的汽车制造商 领导人进行交谈 原因就是因为 这罢工对他来说 或具有政治上的代价 而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拜登政府官员正在讨论 紧急援助措施 用来保护为美国汽车制造商 供货的小型企业 而收到了美国底特律 三大车企的 这上万名汽车工人15号开始的大罢工 有经济学家就指出 这将让美国的通胀问题 面临新的变数 因为如果罢工时间线拉长 也将会给整体的经济环境 带来风险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于15日凌晨宣布 与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姆公司 斯特兰蒂斯集团谈判破裂 上万名工人开启罢工 经济学家指 这将让美联储压抑通胀的任务 增添新的变量 穆迪分析首席经济学家 马克赞迪指 此前市场期待 汽车价格下滑 能够帮助通胀降温 从而减轻美联储升息压力 但汽车工人罢工 已争取更高工资待遇 将让这一过程变得更为复杂 汽车咨询公司均敌指 两周的罢工就可能导致 新车价格提高近2% 而彭博社预计 如果车企未来同意工会的涨新方案 每家车企未来四年 将增加800亿美元开支 同样可能导致汽车涨价 除了通胀 密歇根当地经济也将手荡器冲 德意志银行分析报告指 当前三大车企的库存 平均可维持两个月的销售 不过罢工每延续一周 就将给每家车企 带来4到5亿美元的营收损失 密歇根大学研究员 加布里埃尔·艾里希称 罢工如果延续超两周 汽车配件供应商将连带受到影响 可能会导致裁员和密歇根当地消费缩减 而长时间的罢工带来的风险 还将外溢到整体经济环境 安德森经济集团上月报告估计 三大车企为期10天的罢工 将给美国经济造成56亿美元的损失 其中将有6成左右来自工资和生产力损失 近4成将由消费者和汽车销售公司承担 暂敌则预计罢工6周可能造成 美国GDP0.2到0.3个百分点的损失 而如果罢工时间线拉长到年底 叠加上美国当前的高利率水平和其他风险因素 甚至可能将经济推向衰退的边缘 凤红卫视 陈飞飞 张兆宇 纽约报道 美股在周五收低 科技股跌幅领先 纳指下跌了超过200点 而美国8月进口商品价格创下17个月以来 最大的月度涨幅 市场焦点转移至下周召开的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34618点 下跌了288点 跌幅为0.83%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13708点 下跌了217点 跌幅为1.56% 标普500指数收报在4450点 下跌了54点 跌幅为1.22% 详情接下来请看 驻纽约记者发挥的报道 我们来看星期五 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算大指数在周五是 低开低走 那么全天是震荡走低收盘时 弱势低收 但是道指在这个星期还是形成声势 而标普500指数和纳指 则是下跌走势 投资人在星期五关注的 当然是汽车工会罢工的这个消息 那么三大汽车公司的股票 则是全天窄幅高位盘整 是虽然走势反复 但是还是震荡走高的趋势 投资人认为 这次的罢工可能对三大汽车公司的业务 和营收前景的实质性影响 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 那么产业资讯股 在星期五表现是相当的弱势 特别是芯片类股 受到投资人的抛售 主要是台积电表示 他们会推迟发货 所以是拖累 AMD以及原料应用公司 AMAT都是呈现超过4%的跌幅 在纳指100送货制度当中 是跌幅最大的两个个股 标普外指出 11大行业股全面都是呈现走跌 跌幅最大 当然也是科技产业股下降1.92% 消费型类股也是下降1.99% 而大型的蓝筹七大龙头股 全面都是呈现走跌 其中包括微软公司 奈飞特斯拉 苹果 谷歌 亚马逊和脸书公司 另外投资人也关注是 下个星期联邦主义局将会举行 议席会议 所以在星期五走势 也是相对非常的深圳 收盘时10年常债收益率 是小幅上升是4.324% 而油价也全年的高位作收 上升了61.90.77美元一同作收 肩价也是小幅上升13.4美元 收盘价是1946.20美元一样 以上是星期五情况 凤红威士旁者纽约报道 美国国务卿与德国外长会晤 对华政策上有何表述 联大一般性辩论即将登场 拜登 泽连斯基 拉夫罗夫都将出席 美俄乌三方会有怎样的碰撞 今天我们与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 王宾如一块来关注美国焦点 宾如你好 接下时间交给你 好的 谢谢亚倩家早安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5号在 华盛顿与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会晤 除了聚焦双边关系和俄乌冲突 双方还重点讨论了对华政策 两国外长都强调希望与中国降低风险 而不是脱钩 布林肯与贝尔伯克15号在美国国务院会晤 并召开联合记者会 两人当天都提到了对华政策 布林肯称从欧洲到亚洲 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华政策与美国趋同 布林肯还提到美德双方对于维持台海现状 支持地区和平稳定也保持一致立场 贝尔伯克表示印太地区对于欧洲至关重要 德国期待与美国等其他伙伴国家 与中国降低风险 在结束与布林肯的会晤后 贝尔伯克下周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 他此次访问美国还前往了德州 与当地议员会晤 并参观了训练德国战斗机飞行员的空军基地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第78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即将于19号开幕 美国总统拜登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等都将会出席 而美国媒体报道称 在地缘政治的激烈影响下 美国和俄罗斯将利用本届联大 争夺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第78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将于19日正式开幕 美国总统拜登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等均将出席并发表讲话 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 俄乌问题将再次成为本届联大的聚焦重点 这也是自冲突爆发以来 泽林斯基首次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 美国媒体报道称 在俄乌冲突引发的激烈的地缘政治冲突之下 美国和俄罗斯预计会利用本届联大 来争夺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本届联大的主题是重建信任 重振团结加紧行动 气候健康发展融资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都会是本次一般性辩论器件的重点议题 这也意味着今年南半球国家 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制定议程的主角 国际危机组织智库联合国负责人高恩表示 非西方国家将会在今年联大 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美国和俄罗斯都需要他们的支持 一方面俄罗斯希望能够吸取更多中立国家 来对抗西方的围堵制裁 而另外一方面 美国则希望能团结更多发展中国家 用更强烈的言辞去谴责俄罗斯 同时美国籍盟国也正在试图 通过提供气候发展资金援助 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在新德里G20分会上 美国总统拜登还宣布 计划建设一条大型的铁路和航运走廊 将印度与中东和欧洲连接起来 促进多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 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称 拜登政府希望能够用此计划 来遏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联合国外交人士分析表示 由于地缘政治日趋激烈 很多发展中国家 越来越不愿意在联合国去站队了 或者是不愿意完全导向 西方国家所主导的政治军事集团 反而更愿意去选择金砖机制 把更多的精力聚焦在发展议题上 凤后卫视 陈一谦江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下面一起来看 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 首先是NBC的报道称 美国白宫在今天表示 如果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被定罪 那么作为美国总统 拜登是不会予以儿子特赦 亨特拜登在与检方 7月就达成了认罪协议 但是协议破裂之后 美国联邦特别警察官维斯 14号以虚假陈述和非法持枪指控亨特 而枪支指控在美国最高 刑期是10年 那么接下来 亨特很可能在2024年 也就是美国的大选年 接受刑事审判 再来看到的是CNN的报道称 下周美国总统拜登会前往纽约 出席联合国大会 那么期间他会将 安排一系列的双边会谈 包括会见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 还有巴西总统卢拉 拜登还将与5个中亚国家 举行C5加1的峰会 这是拜登上任之后 首次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会晤 凸显出了拜登政府 对于印太地区的承诺 而彭博社报道称 在下周出席完联大之后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再次受邀访问美国白宫 而拜登希望借此机会 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 并且听取泽连斯基 对俄乌冲突的看法 拜登还希望泽连斯基 对华盛顿的访问 能够推动美国国会 再批准对乌克兰提供 240亿美元的援助 那么届时 泽连斯基也将会 亲自前往美国国会 寻求支持 以上就是今天 美国战的关注焦点 先把时间交还给雅倩 好的 谢谢 并如带给我们来自于美国的最新消息 还有更多的内容 锁定我们稍后的下一节新闻 欢迎您继续锁定时事要闻 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哈瓦那峰会 是在当地时间的15号上午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 新闻主席特别代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纪委书记 李希出席峰会并致辞 李希表示 中国运同古巴和其他 七十七国集团成员一道 共筑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 同创共同发展的新时代 本届峰会在哈瓦那会议宫举行 来自一百多个成员国的政府代表 以及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 东道主 古巴国家主席 迪亚斯·卡内尔欢迎各国领导人 古巴前领导人劳尔也有出席 为期两天的峰会 主题是当前发展面临的挑战 科技和创新的作用 聚焦南方国家发展面临的挑战 以及科学技术和创新的重要性 迪亚斯·卡内尔致辞时 引述数据指 直到2023年年底 将有8400万儿童面临失学 超过6亿6千万人缺乏电力供应 全球发展差距因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进步而扩大 各成员要为发展权而奋斗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世界正在让发展中国家失望 77国集团和中国的声音 在联合国具有核心地位 希望这个多边主义先驱发挥力量 李希致辞时表示 当前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依然甚嚣尘上 特别是个别国家大搞单边制裁脱钩锻炼 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正当发展权益和空间 李希就77国集团和中国合作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坚守独立自主 联合自强的初心 坚决反对集团对抗和冷战思维 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 二是弘扬公道正义 平等包容的精神 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三是践行发展振兴 合作共赢的使命 让发展中国家在新技术 新产业发展中不掉队 不缺位 李希表示 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一员 永远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 欢迎各方出席10月在北京举办的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共谋发展之道 77国集团和中国实际上有134个成员 总人口占全球8成 本届峰会将通过哈瓦那宣言 呼吁加强南南合作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并对国际金融架构进行深入改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指 法国驻尼瑞大使 已经遭到了尼瑞军政府扣押委任制 关于 Niger 对于是否考虑招惠大事 马克龙称他将按照与尼日唯一合法当局 在押总统巴祖母所商讨的来执行 尼日军政府8月曾经下令法国大使 要在48小时内离境 但却遭到了法国拒绝 而在邻国布吉纳法所 军政府也以破坏活动为由 下令法国十关五官 以及法国驻军办公室工作人员 在两周之内离境 法国外交部旨正在核查有关的驱逐消息 而布吉纳法所军政府 此前也下令驱逐法国大使 和联合国高级官员满旗 再来关注到的是 韩国全国铁路工会罢工 今天进入到了第三天 而就在昨天下午 一共是约有6500多名的铁路员工参与罢工 交通部门统计称 15号当天有期乘的列车维持运行状态 昨天由于开行的车次减少 导致了首尔站 釜山站等主要的站点混乱 市民出行受阻 在服务区有不少的乘客面带愁容 咨询列车信息 还有乘客是在等待列车的时候 被临时通知改变行程 铁道公社表示 为了减少市民出行的不便 原停运的金谷县高铁当天临时增开五班 最大程度利用可用资源 此外根据统计 货运列车运行率只有平时的五分之一 极大的影响水泥运输 水泥协会表示 如果罢工持续 将对水泥业年度的业绩产生消极的影响 韩国全国铁路工会14号上午9点起 罢工4天 持续至18号的上午9点 以抗议铁路民营化 同样也是韩国的消息 韩国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继续绝食抗议 来到了16号就进入到了第17天 而他的党友在昨天表示 李在明的身体机能严重下降 健康非常危险 但仍然展现出了他继续绝食抗议的意志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代表李在明 无限期绝食抗议已经入16天了 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衰落 所以改在国会大陆内的办公室继续绝食抗议 李在明用拐杖出席国会 动作有点迟缓 共同民主党表示 目前李在明的健康非常危险 医生宣告他最好住院 不过李在明显示出要继续绝食抗议的意志 以贯彻他的要求 也就是总统尹熙悦要对破坏民生道歉 政府反对日本排放核污染水 全面国政改革等 不少支持李在明的国会议员 市民和社会运动员老等人士 先后来到李在明绝食现场 安慰他的同时显示出要与政府继续斗争的意志 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林郎文贵 转发 打赏 林郎文贵 关注 Vision 人们 赋戏理论 了 林郭文贵 转发 是 林郎文贵 李在明继续 理论夫人 啊 林郎文贵 龙东西 艺兴 海外贵 水泰 利河 和 在明办公室前试图自身手指而要写税书 但被制止了 他批评尹锡约政府的同时 也动促李在明终止绝食 凤航卫视金之前韩国首尔报道 韩国在野党联合出访欧美 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 及制止日本核污水排放 联合行动成员之一 韩国第二大在野党正义党国会议员 蒋恩美出发之前接受本台独家专访 他分析指 韩国政府之所以就核污水议题 选择默认态度 是为了维系美日韩军事同谋 而选择向美日妥协 他强调日本核污水排海计划 没有任何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他们会继续行动团结国际社会 共同制止日本核污水排放 韩国第二大在野党正义党国会议员 江安美接受本台专访指 韩国各界就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放 反对声浪不断 但从韩国政府的态度来看 很难令人不怀疑 韩国是否为了维系军事同盟 与美日进行协商妥协 反对手的军事同盟 同样作为海洋学家及核污水专家的江恩美 前往福岛考察了三次 他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RAEA 对于福岛核污染水排海方案的评估 不具有任何国际法效力 不能赋予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的任何合法性和正当性 탄素食사나 세슘이나 이런 것들처럼 실제 내부피폭이 됐을 때 여러 가지 생물에 축적돼서 인간에게 어떤 영향을 미칠지에 대해서 IAEA的报告書自身上非常 미흡的 측면에서 安全하지 않다 이렇게 판단을 하고 IAEA 자체가 실제로 핵산업 발전을 위한 기구이기 때문에 실제로 안정성을 제대로 점검할 수 있는 기구는 아니다 라고 하는 게 세계 전문가들의 이야기입니다 他又指福岛核污染水数据 都是日方自行采样检测和发布 作为被監督者的日方充当其監测者 这样的数据无法获得国际社会信任 가장 IAEA 보고서의 전체적인 내용을 보면 실제로 도쿄전략과 일본의 원안위가 제공한 문서를 확인해 본 결과라고 하는 표현들이 계속 있습니다 실효 채취와 관련해서도 검증하는 국가에서 무작위로 실효 채취를 할 수 있는 것이 아니라 일본이 특별하게 제공한 곳에서 일본이 제출한 실효만 점검을 했고 그것이 한 차례뿐이었고 2, 3차의 실효 채취한 것은 아직 결과가 안 나왔거든요 12월 말에 나오기로 했는데 그 결과도 안 나왔는데 이거 어떻게 최종 보고서라고 할 수 있냐 류관인시越政府面对日本核污水排海的默认態度 他形容这是对国家利益 更加是对国民的不尊重 而本次韩国在野党的联合出防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他们将持续行动 团结国际社会 共同制止日本核污水的排海 放位是祭司清度 我安林医生在韩国首尔报道 下一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 一会见 欢迎回来 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 也到访的白俄罗斯总统路卡申科 在索契举行会谈 讨论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局势 会谈开始时 普京就向卢卡申科通报 本周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的会谈 卢卡申科则表示 莫斯科 明斯科和平壤可能会考虑三方合作 而对于西方传言俄朝会谈期间 俄方希望平壤派遣志愿军参加俄乌之战 普京则表示 此类言论是无稽之谈 我计算论是无稽之谈的 我幾天前說,我們有我們的 мужчины подписали контракты, 我們的 воины, подписали контракты с вооружёнными сил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70 тысяч, но это уже были устаревшие данные. Сегодня утром доложили 300 тысяч подписано контрактов, людьми которые, вот я хочу еще раз подчеркнуть, которые готовы жизнью пожертвовать в интересах своей родины, защищая интереса Россия. 盧卡申科認為,西方都可以派遣雇用兵去烏克蘭, 不應該指責俄方的做法。 同時,盧卡申科指出, 西方正夢想著向烏克蘭派遣正規軍. Украины,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надо самим посчитать сначала, сколько они туда уже направили своих наемников, сколько у них там воюет, там и темно-кожие, и желто-кожие, и белые уже, Американцы, все воюют на стороне украинцев, что упрекать там, что они там приглашают. Поэтому, наверное, им надо это сделать, а во вторых, Путин还表示, 目前最緊迫的問題是烏克蘭局勢, 針對美國向基辅供应急速弹药, в США. В США. 约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3号 在东方航天发射程举行的会谈 引发了国际关注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在数号就表示 普京与金正恩之间的沟通 并非轰动意识的事情 而是传统惯例 两国并没有也不计划 签署任何军事技术合作协议 普京与金正恩13号 在俄远东地区阿姆尔州的 东方航天发射场举行会谈 会谈长达四小时 引起西方关注 对于外界担心 俄罗斯可能协助朝鲜卫星发展 或朝鲜向俄提供武器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表示 朝鲜是俄罗斯的邻国 双方应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俄朝领导人之间的沟通 不是什么轰动一时的事情 而是传统惯例 他更强调 两国没有签订任何军事合作协议 另外一个与乌克兰政府相关 名为和平缔造者的网站 把金正恩列入所谓的国家敌人名单 也就是乌克兰杀戮名单 声称原因是去年11月 有美媒报道指 朝鲜秘密向俄供应炮弹 一口咬定金正恩是俄战争罪行的同谋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加鲁金 批评这个纳粹网站 把金正恩列入名单中 是基辅的一次挑衅 认为这样的恐吓只会徒劳无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月15号在社交网络上传出 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前线 托克马克市因为乌军濒临沉下 而发生了俄军偷抢当地工厂设备 慌乱组织居民撤退的情形 至于本台记者专访当地市区和农贸市场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跟着我们的镜头来一谈究竟 托克马克市是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 波罗格夫斯基区的一个行政中心 市区还连接着卢干斯克 托克马克 梅利 托布尔 新非罗布尔铁路的中枢线 这也是俄军在顿巴斯南线 重要的后勤和战略的书女 这里有什么事吗 有什么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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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是你市场的食物吗 当然是市场的食物 这多少钱 350 350 350 250 250 在财图 比较多 比较多 这光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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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局势专家指出 乌克兰决定全力以赴 将乌克兰武装部队 所有在顿巴斯南线的兵力和资源 投入到拉伯蒂诺村的房间 试图突破托克马克 并切断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通道 上周也有报道称 乌军已经开始向新普罗科波夫卡 和维尔伯沃伊方向的彻翼发起了攻击 并试图扩大拉伯蒂诺的支撑点和桥头堡 并进一步攻击托克马克 目前乌军在拉伯蒂诺前线方向 集中了八个旅和一个团所组成的联合集群 这些部队在过去两个多月的战斗中 遭受到了人员和装备的损失 分别从15%到60%不等 目前乌军在这个方向的总兵力达3万余人 星期五 乌军的连级战术小组 已经多次进入到维尔伯沃耶的定居点 当前 俄军的前沿阵地位于这个村的东南和西南方向 乌克兰武装部队也正试图突破 俄军的这些防线但是到迄今为止尚未成功 俄军表示目前来自71个国家的2000多名的雇佣军 正在顿巴斯作战 其中234人是美国的公民 而这些雇佣兵约70%在拉伯蒂诺方向作战 其中波兰籍的雇佣兵的人数还在榜首 凤凰卫视卢宇光 伊万 拉曼 布拉特 托克马克的报道 欧盟限制乌克兰农产品进口五个成员国的措施 15号到期 欧盟委员会等天宣布不再延长有关的禁运 波兰 匈牙利 斯洛伐克随即宣布 为保障本国农民16号起自行对乌克兰谷物实施 进口限制 欧战事去年爆发后 乌克兰根据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 得以继续通过黑海的港口 安全的出口谷物到全球各地 但部分农产品也寻求替代路线 准备经过波兰 匈牙利 斯洛伐克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等五个邻国 在出口往其他国家 不过大量廉价乌克兰农产品有入 却冲击这五个国家的农民生计 欧盟于是在五月颁布限制令 禁止乌克兰的大麦 玉米 油菜籽 及葵花籽等四类农产品在这五国销售 通过这五个国家转口则不受限制 禁令在本月15号届满 欧盟委员会表示 由于乌克兰已实施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出口执照制度 因此撤销禁令 并呼吁各成员国本质团结妥协的精神 不要实施单边进口禁令 不过波兰 逊亚利 斯洛伐克 对欧盟的决定并不满意 宣布为保障本国农民收入 16号起 及时自行对乌克兰股物实施进口限制 逊亚利更将禁令扩大至24项 猪农产品外 还有蔬菜 几款肉类产品及蜜糖 保加利亚则表示 原来的禁运导致了国内物价上涨 因此同意欧盟解除对乌克兰股物的禁令 罗马尼亚副总理库布拉科夫则表示 计划在其黑海康斯坦查港 将乌克兰股物出口量 被增至每月400万吨 届时可解决乌克兰一半的出口量 乌克兰方面希望10月开始能够实施 对于欧盟撤除股物进口限制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表示欢迎 至于拒绝执行欧盟措施的邻国 泽林斯基表示会以文明方式做出回应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 一会见 一会见